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朋友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本 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本书 叫做解读摄影大师 我们今天也邀请到原点的总编 格雅倩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 先跟听朋友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当初为什么会选这样的一本非常棒的书 来跟大家介绍呢 对 就是那时候因为我想大家 其实都很想认识古往近来很多摄影名家 加上平常也常常会有很多展览 比如像最近布列总的展览才刚在北美馆结束 可是看到很多这种新的书 其实我们一方面也很想认识他们作品 可是其实你也很需要知道这些摄影大师的这种人生历程 才会知道所以他曾经有什么出生入死的经验啊 或是还有什么很特别的人生遭遇才会拍出这么特别的照片 所以那时候在找书的时候 那加上就是说其实大家也知道说 因为照片这些东西有牵涉到很多的版权 尤其都是大师 那要找到一本书可以寒挂 就是说从19到21世纪 然后又能够讲他们的人生 又带你认识作品 其上书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那时候我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就觉得蛮惊喜的 就觉得这应该是大家目前还蛮需要的一本书 是是是是是因为我发现这本书的大师级真的是非常多 然后里面的一些经典照片也非常非常的多 那可不可以来跟Tim Benchel讲一下说这本书应该怎么来读 对啊其实这个书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可能之前就是觉得好像讀认识摄影大师 就是来读一下摄影史好了 可是我不知道读者是不是跟我一样 就是说反正摄影史就是来分类啊 比如我们所谓听过很多名词 什么即时摄影啊 什么不同的摄影风格的一些就是名词 但是其实我在想说不管是新闻摄影 即时啊什么当代摄影 其实对读者来说应该更想要用直接看到的方式去理解 原来就是要即时摄影 原来是要当代摄影 然后整个这样子从一个如果够多的作品看下来 你就发现哇这个时代的改变 其实它有一些时代的因素在后头 就是说创作的人当然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但其实大家也是背着时代的改变 对 一直去改变自己创作的方式 那这个书其实蛮有意思是 我觉得大家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读它 第一个 假设你对摄影史没什么概念 对 那我觉得你就像你就翻 你就一直翻翻翻 翻完大家就知道说 从最早的我们就是 大家可能都有听过 就是跟印象派艺术家同一个时期的 有个叫做尤金阿特杰 对 那那个就是在摄影处刚发明的 19、18世纪末这样 那你去看那些照片 就发现哇那个摄影机刚 摄影这个技术刚被发明的时候 嗯 光是把这些东西拍下来 欸虽然只是平常生活 你就觉得哇好惊奇喔 你可以把一个刹那留下来 那到中间 大家知道就是说 1914年 比如我们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就战争 对 那是一个很重要 大家想知道几时的新闻 嗯 那在后来就是说 欸很多的艺术的能力 大家开始去想找到更多看事情的角度 嗯 以及到现在当代摄影 这写实也不是那么重要 大家可能用更多奇怪的方式去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有一个很有名的 对 就是在拍卖会上 嗯 目前 嗯 是拍卖价最高的一个摄影家 是一个中国摄影家 叫Gursky 嗯 那他在拍卖会上 现在卖出的是 435万美金的一个价格 嗯 那他作品看起来很怪 因为他常拍的就是 比如大卖场 对 或是物流中心 或是那种货柜中心 都是 你看起来就 欸这个为什么 或是说股票 嗯 股票那个操盘的那个 这个现场 对 我觉得这种照片 看起来好像很细索 就缩瘦碎碎 是 可是他把这东西 每个细节如实的记录下来 然后 而且他观察到我们这个时代 比如说物流中心 其实已经超乎 比如它上面贴了很多的 分类的标签 嗯 一个这么大的土地上 做了一个很多的 这种分类 其实那个已经是 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 不太容易看到的经验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像这样子的东西 那我觉得一个方式 你可以像这样就浏览 你就会再知道说 欸摄影是怎么改变的 嗯 那第二个方式就是 你看到一些你喜欢的摄影家 因为这个书的写法 蛮特别的 对 他这个写法有 有两个格式 同时并行 第一个就是说 他会介绍这个 摄影家的生平故事 对 所以你可以稍微 简单的知道说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另外呢 每一张作品 那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方式 就是看照片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对 我想说 哪个摄影家多厉害 嗯 可是真的要你去解读 他这张照片到底厉害在哪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比如说 布列松有一张蛮有名的照片 就是在一个河堤岸边 有大概四五六个人 坐在那里吃点餐 嗯 然后都身形都蛮肥胖的 男男女女都有 对 然后在田井的尾端就是一艘船 嗯 这照片就看起来蛮有趣的 好像是一个巴黎人的那种 午后休闲的生活 是 可是当中也有很多 让你觉得怪异的地方 比如这一群很胖 那就是那个作者 他在解读这张照片的时候 就说 镜头那艘船看起来好像是他们的船 但是如果这些人全部都做下去的话 你感觉这招船就会沉掉 可是 照片中其实会有一些怪异的东西 是 如果你有去解读它的话 那我觉得这书蛮有趣的 就是作者其实他会一张一张去解读 嗯 这些照片 那这可能是一般书里比较看不到的 嗯哼 所以就是 我觉得这个书 可能就是你可以用很直观的方式欣赏它 你也看得不知不觉就知道摄影史 所以就是一个 还蛮容易入口的一本书 嗯哼哼 是 对啊 我发现就是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看这些摄影大师的角度 就好像我们在 生活中在 在取静 或是你眼睛所看到的 的那个方式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齁 对 是 而且我觉得这个书有一点很有趣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作者他其实 嗯 嗯 其实是一个写过很多大量摄影书的一个作者 也就是说他对摄影史的了解 其实包含 比如说他有时候会用时代去解析这样的照片 对 有时候会用摄影家的这个人生故事去呼应这张照片 所以我觉得他在里面常会有一些点评的金句 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比如说好 嗯 我们知道有一个新闻摄影的大师叫做Robert卡帕 对 他最有名就是说他在西班牙内战的时候拍到一张 他好这个人就在瞬间被枪 就是被枪击 是 击中他他然后他瞬间好像就是要死亡的这样一个镜头 对 那这张照片大概就是因为他他就是他的人生出生入死 他就是常常去枪林待遇当中就真实拍下那个战争的现场 嗯 那这是他很特别的一个拍摄风格 那比如说在这里头他就是有一张照片很有趣就是说 那张照片是说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因为德国战败之后 比如在法国有一些女子 她们可能跟德军有恋爱 对 恋爱完之后甚至有的还生了小孩 那张照片的画面就是说那群女人 曾经跟德军恋爱的女人 就被剃头 剃光头 嗯 游街 那其实就是要让她们感觉自己很羞愧这样子 对 那卡帕拍下这张照片 因为卡帕其实他 我刚刚说他很就是出生入死之外 其实他是一个蛮风流倜傥的男性 嗯 他就说这张照片其实你可以看出说 卡帕他对战争中人性的关怀 嗯 但是他身性是一个很浪漫的男人嘛 对 所以他对战争的处境 会特别产生同情 是 就是他会很巧妙的把这个 这些东西 融合在一起 带你去看一个这样的照片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可能就是你在当中会看到很多故事 嗯嗯嗯是 那总编有有特别喜欢哪一位 然后可以 呃来好好的跟大家来介绍 就是你有没有特别特别喜欢的 对 我觉得里面有几个摄影家 就是其实里面蛮多摄影家 都是我们知道很精彩 但有几个摄影家 可能故事就 很有人生故事这样子 嗯 会蛮特别是蛮值得大家入手的 入门的 那其中一个就是 主持人好像很喜欢深山大道 就是 深山大道其实这几年在台湾 深山大道的照片你要怎么去看他呢 其实他这里面就点到一个很关键的点 就是说你可以从一个狗的试点去看他 因为 我们知道深山大道写过一本他的传记 那书名就叫做犬的记忆 对 那就是他其实好像是用一只狗 一只流浪狗的角度 是 有点猥琐 是 有点卑微 但是又有一种傲气 嗯 然后在当中他会 他他会 所以他其实他的 他的就是说这个作者就点评说 他觉得他的试点是 他跟 先前他的世代其实不太一样 嗯 就是说 他也会常常喜欢拍 就是说人坐在车里的照片 对 那就是说其实他跟当 以前那种习惯走路的那种行走 世代已经不一样 他对事情有新的看法 那他的试点就是很容易 让你感觉到一种不安 跟很容易受伤 嗯 那深山大道有特别讲说 其实他的拍照是用身体 不是用眼睛去拍照 那因为深山大道其实 他算是一个呃 非常行走派的 摄影家 而且大家也知道他的生活 是 方式非常的不羁 就是可能不是那种 呃 怎么讲 很稳定接案 对 有点创作型的摄影家 对那另外有一个摄影家 我觉得我个人也觉得很有趣 是 叫做Dianne Arbus 嗯哼 其实有个电影叫做皮像烈影 嗯 是 大家有空可以上上去 网路上找找看 嗯 好是那个Niko Kimen 跟那个小老婆 道尼两个人合眼的 对 那Dianne Arbus 这个女摄影家很特别 就是他很喜欢拍一些畸形人 或是马戏团的人物 而且他很妙 他是个女摄影家 对 他其实早年就是他现在是个摄影师 所以他算是慢慢才开启他对摄影 尤其那种异世界这种奇怪的人 是 是 那所以这个电影里面 其实讲了蛮 就讲了他的故事 然后蛮有趣的是在这个书里头 他有提到就是说 嗯 出动的一个照片是他拍一个 呃上空 就是Tablet 上空的舞者 对 所以他胸部是裸露的 嗯 那他呢 就是为了让他胸部左右对称 所以他就是 他用他的食指顶着他的胸部这样子 他就说 其实看这样照片 就是说 摄影家跟他都知道说 他的胸部是一个卖点 是 也是一个尴尬很麻烦的东西 嗯 然后这个女摄影家 他其实蛮特别的 他后来其实有去 就是他精神状态 可能有点不太稳定 所以他后来其实有去到一些那种修养的地方 然后 在那里其实大家可能就是会 全裸吧 或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治疗方式 嗯 那这个女摄影家 其实她 有很多很特别的故事 因为她会在日记里 她在日记里会把她的那种 真实的想法都做一些记录 所以你会观察到一些 很不 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人 是 那或是当中 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 我刚刚提到 就是说 呃 布列松的展览 刚在美术馆 对 那布列松当然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大师 那布列松 我就说他其实 这个书里当然也 也带我们怎么去解读这些经典的影响 比如说 布列松他 呃 作为一个新闻摄影家 他记录哪些很关键的事件 对 那或是像 他近年大家比较熟的是一个日本女摄影家 叫川内伦子 嗯 他拍照就是可能很像新的这个世代 他们就是很直觉 不一定有什么大意义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嗯 只是拍一个汤匙上的一些食物 可是 他用一个很直觉的方式 就是捕捉了一个很日常的小刹那 可是这个小刹那 好像看起来又不是那么频繁 所以 这书里其实就是 有非常多这些 很特别的艺术家 是是是 对啊 因为我看就是这本书的书邀后面有 有讲说你在 你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 你可以深入细节 教你成为 阅读影像的福尔摩斯 是是是 对 对啊 嗯 这可能就是这个书 还有就是我刚刚讲 这个这个作者他学养的一个 嗯 所以他可以 蛮一针见血 就是 点到他这个作品的特别 还有就是说 那我觉得像影像的福尔摩斯 就我们刚刚讲 其实那张照片里有很多 嗯 奇妙的细节 比如说我在举一个布列松的照片 有张照片是布列松在一个西班牙的 妓院拍的照片 嗯 那些那些妓女都都不是身材曼妙的女性 是 前景的这个两个女生 其实身材都蛮蜂蜂蜂蜂蜂蜂蜂的 是 然后后面的一个女生摆出一个很奇怪的 只是前面两个就是卧躺在地上 但是后面一个女生做了一个很奇怪 也不是瑜伽 但有点乖乖的姿势 好像在对着摄影师说 诶 这是你要的姿势吗 就是 就是 我一直在想说 是不是布列松 他一方面构图很厉害 可以抓到很特别的刹那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他的照片里有些 有点古怪 是 有点怪怪的东西 对 就是不是你想像中 诶 妓女就是应该是 风之卓越 然后很美丽这样 并不是 对 就会有这种很奇异的定制 嗯哼 是 所以这本书除了一般 比如说对摄影爱好的人 一般人要 从书中可以看到 你觉得说他应该是用 从怎么样可以看到他的说 或是人生的启示呢 对 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切点 就是 我自己也在想说 对这个书其实 摄影这件事情 其实前阵子台北也有一个展览 叫做Vivienne Meyer 对 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摄影家 对 一个女生 对 当保姆 嗯 然后就是爱拍照 嗯哼 拍了好 一生都爱拍 我看完他的展览 我心里就在想说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我们自己的生活 嗯 就是现在手机那么方便嘛 对 大家都会常常在拍照 除了拍一些什么欢乐的啊 什么到风景处拍一张 其实可以换一个方式 是 来拍 来玩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就举这个书里 就是这些大师们的几个不同的角度 对 一个就是你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时代之眼 嗯 比如像布列松 他们就是 都在这些决定性的事件上 去拍了 对 把自己当成一个目击者 是 去把这些东西 因为你知道这些重大的事件就是 过去就不会再重来了 对 那你可以当一个时代的见证者 其实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事情 嗯哼 那或是说 你也可以当一个观察家 对 我刚刚讲的那个Vivian Meyer 其实她很像就把自己当成一个 街头观察家 是 你知道街上有多少的故事在发生 嗯哼 就是说 像我刚刚讲的这个Dianne Abbas 她也是一样 她去 她去找各种的命运样本 嗯 她就是说摄影家 其实都是很好的观察家 对 可能还蛮神秘的 所以就是你 其实可以在路上 你会发现有太多故事在发生了 所以你可以去玩这个东西 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 你也可以把拍照这件事 当成是一个理解人性跟人生的一个模型 是是是 好 比如说有一个摄影家 叫Paul Strang 嗯哼 他就是说 他专门拍portrait 就拍人像 他是说他很想把人的内在的人性拍出来 是 让其他人看见 就是 还有好几个摄影家 其实他们人生都有蛮特别的遭遇 比如像有个女生叫Nan Golden 他的 他的姐姐 只是很死一死 很年轻 十几岁又自杀 对 所以他后来 就离家 然后住在养父母 就是他的人生可能就癫癫薄薄在毒瓶啊 什么这种当中挣扎 所以我说在这里头 如果你现在的人生在一个困境上 那我觉得不妨你也可以把你的心情用摄影的这个方式把它抒发 记录你的心情 你看到的东西 也许这当中你会慢慢的了解了什么 也许 比如说 或是有一个摄影家叫Bill Brandon 是 所以说他 因为他得过肺结核会得糖尿病 所以他就说他很清楚或这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嗯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你看这些摄影家 你就会了解他们是什么 在他们的困境中 透过摄影去表达他们的感觉跟想法 那另外一个方式我觉得也蛮有趣 叫认识自我 就是 其实很多的摄影家 他们其实都是透过照片 去找到他们关系的事情 以及去认识他们自己 比如说有一个摄影家 叫做那个Stagulis 他就是把自己当成 把自己的照片当成一个母题 然后一直讲他的生平故事 嗯哼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生活记录下来 对 然后 我觉得这都会让你自己也许有一个 呃 也许是个游戏吧 但也许你这样说玩完不知不觉 也许就越玩越专业 所以 呃 我觉得 再加上 刚刚我们讲的 就其实这些创作者 我觉得他们都有蛮不平凡的人生故事 所以我觉得单是去认识他们 其实也会是一定很有趣的事情 嗯哼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 其实可以阅读 就是这些摄影大师的人生 然后你也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观看 比如说自己的人生跟自己的世界 好 那谢谢那个总编跟我们分享 那个解读摄影大师 然后是原点出版社的那个一本好书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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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